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是公子沈 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党内进行大清洗 铲除异己 以及对全社会的声音进行压制 那么那些迎合习近平的投机分子 比如说一些御用文人 自然他们就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了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国师 著名的粉红导师张维为 在复旦大学开讲 他甚至号召中国的年轻人 这些粉红们都积极的发声 替国家去讲好中国的故事 打击那些对共产党有意见的反贼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是如何在中国的校园里 煽动年轻无知的被洗脑的大学生们 像红卫兵一样 去批斗那些对政府不满 或者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士 我们要求就要能打仗 非常明确的 第一时间发声 就觉得一个是你们自己 从我自己的力量发声 另外就是正能量的自媒体 互相之间有合作团结 总的我觉得就是 我把今年我叫做 中国公职的反复年 可能收到狗粮了 包括16亿要下来了 还有反复 但总体上这个大事 对大事的研判非常重要 他们是失去这个大事 这没有办法 所以我说不用太担心 包括也是网上一些人攻击我 他们说张大师 要给我反击一下 要不要说 我说小菜一碟不用担心 最后坏事一定变成好事情 他骂得越去 我的粉丝增加越快 背后就是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他讲这个话 还能获得这么多 中国顶级高校 复旦大学的学生们的掌声 可见今天的中国年轻人 被洗脑到什么程度 真的相信张维为是爱国的 他们的想法 才是真正能为国家好 殊不知自己已经沦为独裁者利用的对象 而张维为当中就可以浑水摸鱼 一方面博得他主子的欢心 另外一方面还成为青年的导师 带领这些红卫兵去批斗那些在强权面前 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 但是很可惜 这种知识分子在中国越来越少 要不然进监狱 要不然把嘴闭上 但是张维为和他的这些粉红的粉丝们 却越来越得势 所以我们不用跟他们去纠缠 在什么对什么错上面 去争论 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就是中国它是一言堂 你去争论 最后结果就是自己倒霉 这是唯一的结果 他们其实最害怕什么 就是自由 比如说在中国墙外的世界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可以互相对撞 可以去争取民意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中共的这些宣传 完全站不住脚的理论 就没有市场了 在海外 为什么大家说批评共产党是主流 亲共或者支持共产党的 反而现在是声势越来越弱 为什么 不是因为张维为这些工作做的不好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下生存 他能够得势 他能够成为光鲜亮丽的青年导师 那是因为他在一个一言堂的环境下 他背后有一个所谓的强大的祖国 一个中共的国家宣传机器 在背后替他撑腰 所有那些不同的声音都被压制了 各种敏感词 你写篇文章都废了 废死劲了 都发不出去 只有这种情况下 张维为的文章 所有的官媒转载 所有的党媒夸奖 通过整个国家机器 来让他取得巨大的流量 这样的话 他当然是胜利者 就像他在这演讲当中 非常自豪的 非常开心的讲 他在中国 不惧怕那些其他的声音 是啊 是不用惧怕 因为你没有任何竞争 对吧 你说的一些话 谁没人敢反对你 没人敢反驳你 反驳你的文章发不出来 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一言堂的环境下 才能够像现在这样嚣张 你说他到了中国境外 或者出了中文这个圈子 你看看谁理他 谁相信他 谁把他当回事 就算把他当回事 也是因为知道他能够影响政策 他有跟中央的密切关系 他还被邀请到中南海 去给政治局委员们讲课 对吧 他的一切都是因为依附于权力 他没有依附权力的话 他什么都不是 他就是另一个吃不起饭的李毅 我之前专门做一期节目讲李毅 现在已经失魂落魄了 因为他的说法太过激进 连共产党都觉得你是在高级黑 他马屁拍的太着急了 最后没拍到马屁上 拍到马腿上了 最后就被踢成这样了 张维为是每次都踩对点了 紧跟中央 紧跟形势 而且说实话 他的水平应该是比李毅高一些的 虽然高也高有限 属于学术圈的呼吸筋 所以说这样的人能够走到这样的地位 他当然是不能够要脸 脸皮当然要必须很厚才行 所以说他讲到别人骂他 只会给他增加流量 然后说那些批评他的 或者说跟他意见不一样的知识分子 是拿了西方人的狗粮 说美国的16亿经费 我觉得很奇怪了 就是说在中国你能拿美国的经费 而且在中国替美国发声 能找出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这样的人早就被抓起来了 你把共产党当吃干饭的呢 跟16亿美元相比 中国政府有多少钱 他们的大外宣 统战经费有多少 数倍于这个钱吧 是吧 所以说 我就很奇怪了 说这些所谓的中国公众知识分子 拿了美国人的狗粮 那我想问 你张维为拿了谁的狗粮 是不是 今天的这些很多年轻人 包括特别是很多粉红 他们搞不清状况 就是总觉得自己是 这个国家的主人 总觉得西方敌对势力 才是我们的敌人 他不知道 每天在欺压他的 剥削他的 在把他们当韭菜的 并不是西方人 而是他们不敢触碰的人 美国人很可怕吗 你们不是天天在骂美国人吗 对吧 但是你们不敢骂的人 才是真正对你来说更可怕的人 那么就因为有像 这个张维为这种御用文人 在中国大行其道 所以说才会出现很多的粉红 受到他们的洗脑 被他们带来疯降 比如说有个网友 他在上海坐计程车的时候 跟出租车司机聊起天胆 双方产生了争执 这个男子把这段录音 放到了网络上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男子认为司机侮辱了国家 是不爱国 那还是个国家吗 不需要这个国家 我现在不需要这个国家 国家的好坏和我没有关系 你首先记住点 国家爱你 你才爱国家 国家不爱你 你爱他干啥了 你凭什么爱他了 你能站到国家的位置去考虑吗 国家面对着什么样的形式 你能看到吗 我能看到呀 你能看到什么 无非就是贪污腐败 多玩几个女人 贪污腐败 不要把一些人 就搞成所有人好不好 现在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所有人你是吗 你贪污腐败搞女人是吧 我没有这机会 你喜欢这样 你就把所有人想成像你一样 现在谈了就是 如何能生存下来 不是你还想怎么生存啊 我不想谈这 你想怎么生存 别人那样你这样那样吗 那些八国年军 他们烧虾抢虐 你也要烧虾抢虐吗 是应该这样吗 那现在中国这么强大 那不把周边的国都给灭了 中国强大吗 中国不强大吗 你现在还能站在 你康蒂蒂斯基还不强大吗 你去那样你是中东 咱们不要去叙利亚中东 我就问你 中国在不在五大长远里 你想表达什么 我只是想表达 中国在国际上 最有强有力的两大声音 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声音 我最有强有力的声音就是 可以弃权 这是中国在国际上 联合国贵 因为中国不是强盗 中国走的是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验 你说的那是什么 你说那是世界各地的人 都要打成一国州吗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打仗火打到你这个地方来了 你干不了滴滴四季了 你家破人亡了 你才开心的是吧 你的观念是对的 炸了我们南斯拉夫大使馆 我们抗议 对不对 当然能不抗议吗 但是你要从整体来考虑 他们遇到那个同事的牺牲 你以为祖国不看到眼里吗 比你痛心疾首多了吧 但是你要想一下 别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能那么去做吗 那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你又知道了 你是当政的人吗 你是领导吗 还说什么八国年纪 清华把中国给灭了才有出路 这种话你能说出来 这个国家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热爱 这个国家 你在这里能开滴滴四季 你有家庭 你有自己的孩子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 你没有战火的侵扰 你可以正常的生活下去 你不像巴勒斯坦 叙利亚 你不像中东以色列 你还能 还能比他们国家 再小小的国家了 你为什么要跟别人 比较中国大致的 这是无庸置疑的 他们小 他们是小 但是我们不侵略他 这是国际形势的问题 坏事话在什么 这个国际上有恶人 为什么要侵略别的国家了 对啊 所以说你说八国人家侵略我 为什么要侵略别的国家 八国人就为什么侵略我们 还不是因为落后吗 他们是强盗啊 小孩 你不懂得还多了 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 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喜欢这个国家 我们国家什么都有 有冰川 有山河 有大海 现在别的国家 不敢侵略咱 但是我们不会用 我们的强大去 去欺负别人 我们只会保护弱小 我们国家做的是什么事 帮助别人开发 帮助别人基建 我们从来不要求别人干什么 对啊 我知道 中国爱干这些事情 你的老百姓都 他妈的温饱都解决了 老百姓的温饱怎么解决不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的温饱 你是看到了一小部分人 确实有些资本家们 他们在中国确实是一颗老鼠屎 他们国家 他没有自己的处境 中国现在没有做到那样 先把那些老鼠屎都给出干净了 你就不能在这里开车了 你就应该被除了 我哪有时间搞累症 现在外部都不稳定 你外部都不稳定 拿什么搞累症 当时国民党跟共产党 为什么要联合 还不是因为外部压力太大了吗 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是国内吗 外部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念 美国他们年纪手来 那么多人 那么多国家 他们那样搞我们一个国家 我们只能富贵写中求 我们还能怎么样 我们现在把自己的国内 整自己一通吗 我们的国家该做的 而是先把在国际地位上的形势给稳定 中国确实内部环境是有问题 哪个国家没问题吗 要是中国当年八国年纪清华了 把中国给灭了 还有你吗 撒了二十年班 说下改就下车了 倒闭就倒闭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实在在进步呀 在改革呀 你也应该进步 你现在不是有新的工作吗 你不是在这开车吗 我这是自谋责业吧 你自谋责业 但不也是工作的一种吗 谁给我交保险了 谁给我养老了 谁他妈妈给我房子了 我什么就在公司 我能买房子 你去美国 你告诉他 你把我下岗了 你给我房子 我什么都不做 你可以对这个国家 有诸多的不满意 但你请不要说出那样的话 那样我觉得你都不配当一个中国人 你不配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是中国人 你不是中国人 那你是哪的人吗 你哪的 你国民党 所以你是国民党 你国民党 你现在不也在中国吗 这不是中国吗 这怎么 你以为这是谁的地盘 毛主席当年打下的战争 你现在不在享受吗 你有什么就出去啊 你来这里干嘛 你出去啊 你去别的国家 你喜欢别的国家 你不要这么激动 不是激不激动 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中国就是因为 除了很多的汉奸 国际形势 咱们变得这么难 我改变不了 但是我的认情有现实 我没这个能力 但是我 我见不得这样的情况 在我身边发生 我没能力去改变这个 确实 我是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在我面前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就不喜欢 我就不认可你 怎么 你侮辱国家了 你已经开始在这里 攻击我的国家了 我能不反击吗 你以为中国还是像以前一样吗 热能宰割 你现在你 就算你是什么党 你在中国 你也得按中国办事吧 你是不是中国国籍 你是什么国籍吗 你是不是 中国人为共和国国籍 说自己不是个中国人 你永远就把自己的国籍给退了吗 这种话你怎么说出口的 你是不是吗 是不是中国人 但是说确实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我们做好自己行吗 你不相信这个国家 你请别诋毁 到了到了 下车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段影片 就是很典型的 这个男生被洗脑 他真的相信我们 以前学的那些教科书上 让所有的年轻人 对外国境外势力 都非常敌视 觉得我们处在一个 别人都恨我们 想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过去受尽耻辱 现在他们仍然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 基本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这个看法也是 共产党灌输给他们的 这样的话他们才能跟共产党 实行连心对不对 才能支持共产党去享受他们的特权 所以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被洗脑之后的小粉红的一个表现 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刚才讲到 让司机去站在国家的角度想一想 司机当然要站在司机的角度 站在一个普通司机的个人的角度 来看问题 对吧 我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利益问题 对吧 为什么总是让我要站在国家的角度 要替这些统治者当权者去着想 我觉得很奇怪 其实这种话我亲耳就听到不知多少次了 对吧 就是说你要体谅领袖苦心 对吧 这在国民党时期是这种说法 到了共产党时期了 就是要体谅国家 都是一个意思 我凭什么要体谅国家 国家怎么不体谅 体谅我们人民呢 我们说的任何意见都听不进去 是吧 一引起他们不高兴就要喊打喊杀 说抓就抓 说官就官 说判就判 说杀就杀 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的粉红 他们最欠的是什么 就是现实的拷打 当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受害者之后 他其实现在已经受害者了 你知道吧 就是共产党如果不是这种体制的话 他们可能生活比现在好很多 而且能够享受充分的自由 但是因为从小就没有一个自由环境 他们也不知道自由的珍贵和价值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日子 不是越来越好 而是越来越差的时候 不是不可能他们能够觉醒 当然了 也不是不可能他们会更恨西方 更恨帝国主义 对我们的制裁围堵 可能激发了更加强烈的这种 民族主义情绪 都有可能 有人如果是能够开窍的话 自然他们就有这种认识 我看到有很多我的观众就跟我讲 以前是粉红 看到节目之后 再加上自己个人的经历 亲身的感受 发现我说的确实是事实 但是当然也有人永远改不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应该看得清 就是明白这些粉红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激动的表现 然后也明白司机 辛勤的汗水 他们作为社会底层 不是说每个司机都是这种想法 但是他明显是一个开窍的司机 知道这个政权到底 他们是不是在为人民服务 那么在一个 就像我说的一言堂的环境下 像司机先生 他说的这些话 很可能就被这些粉红当成 汉奸的言论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 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那些活跃的分子 都是小粉红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 我想问还有没有救 答案不言而喻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 不仅他们在中国墙内是这样 到了海外 也把这些被洗脑之后的 所谓的爱国思想带到了国外 我们看在日本街头 就有一群中国人 身穿不伦不类的和服 就像戏服一样 手拿五星红旗 并且包括孩子一起高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有网友就讲了 在日本的街头 高举五星红旗 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可是在中国的街头 你能不能高举日本国旗 喊日本万岁 不能吧 所以哪个国家 是真的应该万岁 很明显了 我们都希望日本万岁 希望日本这样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万岁 当然不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给人民一丁点 自由和权利的国家万岁 这种国家 这种政权早倒早好 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毒瘤 关键是这个毒瘤不光在中国 它还四散到全世界 就像癌细胞一样 这是为什么西方国家 在经过40年的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终于认清现实了 终于开始有所动作了 虽然这个动作 在我看来仍然是 远远不够 不过至少我们看到了一点起色 包括在香港 香港的年轻人 虽然感动而不感言 但是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勇士 能够站出来 就在昨天 香港尖沙嘴街头 有一位女生 高举白纸 纪念中国 就是疫情期间的白纸运动的 两周年纪念日 有时候可能会看到这些令人感动的画面 但同时我们也有时候会为他们安全担忧 希望这位女生能够安全 像这种影片 香港当局不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没看到 至于他们抓不到人 那就要看情况 但是在我看来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等待时机 随时做准备 因为时机早晚会到 中国的经济现在一落千丈 跟外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内部的资源不断枯竭 即使他们投入大量的精力 放在委委上 也仍然控制不住 很多中国各地方的局面 如果连公务员的工资 都发不出来的话 可想而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香港是有机会的 但是这个机会现在还没到 不过未来一定会到 我相信到来时时 就是风起云涌的时刻了 而那个时候 如果做好准备的人 就可以一呼百应 我明天一月份 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参加一个关于香港的论坛 我也会在论坛上 和大家讲我的看法 在反送中运动期间 我已经做了无数期节目了 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不管我们如何争论 民主好不好 独裁好不好 这些争论归争论 但是最终谁能胜利 要看实力 如果不是看实力的话 如果不是有美国的 两颗原子弹的话 如果不是美国真正的出兵 支援欧洲的话 扶持苏联的话 那么是无法战胜法西斯的 所以最终的结果 是需要靠实力 当然你可以argue 这个实力来自于哪里 比如说创新 比如说自由 对吧 这样的社会 才能真正的有实力 但是最终 决胜负的就是实力 而美国保护它 在全球的实力 才是我们能够 捍卫自由民主的 一个基础条件 那么我们看到了 最新的消息 美国的关岛基地 首次的迎来了 弗吉尼亚籍攻击核潜舰 明尼苏达号 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 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 作战和威慑力量 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也许没有经过真正的碰撞 中国自己就已经出现 巨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了 如果即使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最终 中美新冷战升级到热战 我相信最终的结果 我们也是胜利的一方 至于我们能做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在海外的华人同胞 我觉得应该想办法 把我们的声音发出来 除了看看这些节目以外 大家可以提示广益 看看我们能够 是不是能出一份力 我现在在做一个project 一个项目 就是在全球范围 去搜集关于中国统战 和渗透方面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 想能够参与 或者想举报 或者怎么样 都可以联系我 大家感兴趣 可以给我发邮件 不管是做志愿者 来参与进来 帮我去做一些paperwork也好 或者网站设计维护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面 任何方面 未来这个项目 如果能够做好的话 我相信 可能比我做节目 在讲这些时事更重要 因为能够真正起到 对抗中共的作用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计划 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团结 海外支持自由民主 华人的力量 至于在中国境内 中共怎么对待自己的人民 怎么去开倒车 有的时候我们鞭长莫及 至少在我们所生活的 自由民主地区 我们不能让他们胡来 这不仅是为了 实现我们的价值观 和人生理想 更重要的是 在捍卫海外华人的声誉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欢迎大家点滴 订阅这个频道 欢迎加入互联 收看欢迎专属的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